Hello,大家好,我是吴小妹,今天准备来踢馆 不算踢馆啦,算挑战VSMASH的人 就是看一下到底谁的杀球比较猛 虽然说应该是男生比较猛啦,可是这个时候不一定啦 所以我们今天会来试极致球牌,都是比较... HIGH-END的球牌,来介绍一下 所以我们第一把是BYZZ, ASTROG 99 PRO, BAPAX S PRO, BAPADI PRO, ASTROG T7, Z-Speed, AX-11, NANOVAY 800 OK,所以我们会尝试每一支球牌,然后SAR球过后会来review一下这支球牌的表现 好比较弱 所以这个球牌有点偏弱,所以SAR球呢会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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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的那个frame比较小 所以他们讲这个是他的那个sweet spot 我们叫天曲吧 所以我们刹起球的时候呢 那个球的声音会比较脆一点 比较crispy一点 这把牌它比较中感比较硬 所以刹下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的球是比较重 刹球比较重 而且如果打到中间这里声音会比较响 所以这支球拍我感觉他的头会偏重一点 适合那些打进攻的朋友们 因为这个刹下去他头比较重嘛 所以下的球会比较快 而且我喜欢摸不打 这把球拍的是在头中 可是他的中感这里不会讲太硬 不会像100G这么硬 so for single player 那些打进攻型的 比较适合 而且他是用68孔 中间的天曲会加打 所以精工非常好 所以精工非常好 精工非常好 中一点的话我可以 好像发不到力的感觉 所以不一定 啊 球拍比较重比较好 是什么 总之就是找到适合自己来 就是 输于我 这把88S Pro 是 它是 它是S Min就是Skill啦 就是for control那些player 或者是打 喜欢打 碰球的 球员都适合这个 虽然他是 Extra Stiff 可是打上来的手感他不会讲太硬 有没有感觉我杀球有点像尾翼这样 因为这个是好像用者 然后这只也是算 那个头有点重也是算进攻型的球拍 这把球拍呢 它也是打进攻型的 for 双打来说 这个打进攻会比较好 因为它没有像99 拼筋那么重 而且它的 frame 你在打萨球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 会有比较弹 所以在你打连关的时候 会比较顺 在你打连关的时候 会比较顺 感觉这只会比较 平衡一点 然后可以看到 国际赛场上很多的 单打球员都在用这只 比如说 安西雍啊 陈雨菲啊 就 比较 全能型的选手吧 就 在打控制方面的话 这只应该是很不错的选择 最把拍 它虽然是 Astrox 因为Astrox是进攻型的 系列 可是 这把来说 它不会说 太硬 而且 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球拍 因为它是比较平衡的 球拍 它不会长太重 所以 Beginner来说 这个也是蛮不错的 在那里面 刺激 最有限量的 高度 也太厉害了 手 力量的 力量 力量的 力量 力量 力量的 力量 力量的 力量 因为这个也是有破好世界的杀球纪录师 我们成文宏大哥就用这支来创造那个世界纪录了 觉得这支呢它的那个frame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杀球出来呢 如果那个机球点够准的话是 那个森林是非常的脆的 所以把Z-Speed来是for double球员 可是他又喜欢打杀球球打连贯那种 因为他的frame是比较属于细一点 所以你在打进攻的时候 他是很solid的杀球 可是你在打平抽那些也是蛮不错 而且他不会投中 你要感动吗 你会不会较的杀球 用船打双球 抓到他的时候 也没像Erin Cha 容易上手吧 是那些 beginner 或者是 比较 all rounded 的 比较轻 这支偏轻一点 虽然它是 刹球也是不错的 可是 我比较喜欢用它来 打这种 平抽啊 drive的种球 因为比较轻嘛 所以适合那些 打速度的一些东西 用刹球 刹球 用刹刀 刹刀 用刹球 刹刀 刹叶 刹片 刹形 刹 所以我们现在试试完全部的球派了 原来要打倒一个球洞是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它除了要弓箭以外 还有有那个力量 对,准确度和力量全部才能打倒 所以我们现在讲这支 我感觉这个是最难杀的 因为它是最硬吧,真的最硬 对吧,是最硬的修派 所以感觉好像我发不到力啦 不建议女生的 个人看法,个人看法 因爲我不够strong的关系 然后感觉比较好杀是这样子 Nano Flare 800 跟 AXX11 因为它能刷比较 stiff 然后头也比较重一点 所以感觉对于我这种SINGA PLAYER 它比较可以把那个球压下 因为他们没有打很多的杀球 还有剑和点杀 所以这也可以让那个球更尖一点 OK 如果是for double 来讲 打进攻的话 比较适合应该是这个BAPA AND D PRO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重头 可是它不会太低 所以你在打杀球 你杀了的下一排 你再联关那些会比较顺 如果你是拿控制型的 比较多 比较适合应该是最保 最保是比较平衡的球派 所以你在打中场 控球那些也是蛮不错 这支应该也是比较属于给那些 all-rounded player 比较轻 它的头不会太重 虽然它是Extrotter Series 可是它不会长太重 所以你在打控球 all-round 会比较适合 速度也是应该最强 可是中场的话就没有像D PRO 99 PRO那些这么有力 应该是说 这支也是因为它的frame很小 嗯 这个它的框比较小 可是也是一样哦 打Double会比较小 因为它的框是比较细一点 所以在打抽球那些会比较适合 所以框销其实有什么好处 就是它的天气集中 如果你打到中间这个点的话 它的球会比较爆炸 球会比较快 像Double time这样啊 嗯 所以总结来讲呢 我会还是拿回我的这支 我会拿回我的这支 这支什么 88S 然后你呢 我的话我就是拿 这个的话它的进攻会比较好 我是觉得它进攻比较重 可是 Double来讲 我是觉得别人太重了 因为 有时我们打平抽那些啊 会比较 球来会比较快 可能用这把的反应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我是觉得 100比较好 100比较适合 因为它的中感比较硬 偏重还是偏轻重 所以 嗯 所以找到一支 适合你自己的就好 这个是 全部都是 我们自己的 啊 个人意见啦 ok 所以啊 ok thanks bye 拜拜